上班累了一天,如果晚上再睡不好,那么第二天也会没有精神,感觉浑身难受,而且经常失眠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 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,睡前做一做,对睡眠有帮助哦。 动作很简单,晚上睡不着的时候,跪立在床上,用双手抓住左右脚的脚趾,让膝盖和肩膀同宽, 然后呢,上半身慢慢的往下,俯身趴在两腿中间,注意保持呼吸均匀,这样坚持一分钟起身再做,每天做5到10分钟。 这个动作可以放松身心,缓解疲劳,还能够促进身体血液循环,对促进睡眠有很大帮助哦。 那拥有好的睡眠,身体才能够更健康,所以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小方法。 得了,就落到这儿吧,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,下期见吧,拜拜。